佛教如何解释各种梦境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我们做了各种梦以后,心里就会牵肠挂肚,想要找人来解梦及凶。 善见绿云,梦有四种,一是四大不合之梦,凡在梦中梦到了山崩地裂,或自己飞腾虚空,或自己被盗贼追逐,这是由于四大不合导致的心神散义之梦。 二是仙见梦,白天将要发生的事,晚上做梦先梦到了,这即是仙见梦。 三是天人梦,即善人行善。 天人为令其增长善根,固献善梦,反之,恶人做恶事,天人为令其断恶,固献恶梦,令生不畏之心。 四是想梦,即经常打妄想,妄想就会在梦中出现,即为因响而生的梦。 又出生菩提心经云,善男子,有四种善梦得于圣法,何等为四。 所谓于睡眠中,梦见莲华,或见散盖,或见月轮,即见佛行。 如是见乙,应自庆幸,或遇圣法。 二十是尊欲众宣辞义,而说济言,若有睡梦见莲华,即以梦见余散盖。 或赴梦里见月轮,应当获得大利益。 或有梦见佛形象,诸相聚足装延伸,众生见者应欢喜,念当必做钓鱼人。 但不管是梦见象征烦恼,障碍的黑雾,烟尘,浊水,险南,毒蛇,恶兽,造费,陈垢。 还是梦见吉祥,智慧,成就的佛菩萨,诸天,国王,日月,莲花,白棉布,青石。 我们都不必太过执着,因为一切梦境都是由心变现的,学佛人应当把心放在老实念佛修行上,广生极乐,以生成佛,早日从无名大梦中醒过来才是。